布立玉璃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对此院长王作人说明 目前统计玉璃医院五大院区有52名员工 323名住民染疫 目前院区采取在地收治 以及分仓分流的方式局限疫情 并请来感染科的专家进驻指导 目前已经替所有的住民申请了抗病毒药物治疗 接管备严疫情稍不停 华林县19号新增1345例的确诊个案 布立玉璃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玉璃分院长王作人说明 目前统计玉璃医院五大院区有52名员工 323位住民感染 目前院区采取就地收治 以及分仓分流方式局限疫情 并请感染科专家进驻指导 我们所有的住民都已经申请抗病毒药物的使用 很快就把这样的症状给治疗好 所以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无症状 所以请所有的民众放心 那我们也跟家属有说明这样状况 家属都理解他们的情形 布立玉璃医院主要收治精神科住院病患 目前住民大约有2000人 全院施打3G疫苗人数高达99% 多为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病患 目前有一位患者重症已经转往花莲磁剂医院治疗 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 但是即使是有心理准备 但是社区感染风险高 所以还是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不过还好有感染科专家支持跟指导 我们已经逐渐控制下来 玉璃医院指出住民多为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符合CDC高风险个案规定 都已经升级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 多为轻症无症状感染就地隔离治疗 少数中症周至在院内加一课的病床 并且已经通知家属 目前家属都可以接受并且放行 记者高双双玉璃症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